113年愛台灣農會盃 桌球羽球暨康樂競賽活動 在南投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盛大舉行 由縣農會理事長江林秉主持 除了王府縣長、販主任秘書之外 議員林如揚、南投市長張家哲 總幹事曾明瑞都到場參與 競賽活動由於指向農會代表 率全體運動員懸食之後 正式展開各項競賽 王府縣長表示 活動已經堂堂邁入第十五屆 多年來讓平時專注於福島農民農務 帶動南投農業發展的農會人員 能夠藉此放鬆 同時能夠培養運動好習慣 增進健康並交流增進情誼 相當有意義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代表 許淑華縣長參加 南投縣農會主辦 邀請十三鄉鎮市參與 那縣府也派對參與的 愛台灣 大家來運動的 這個羽毛球 以及桌球 跟趣味競賽的活動 那農會的人員 大家平常都非常的忙碌 能夠利用這個機會 大家聚在一起 除了聯絡情誼 也可以提倡 持續運動的習慣 讓大家身體都健康 能夠好好的為農民服務 那許縣長非常重視運動 除了在各項運動賽事 來舉辦以外 也引進很多的國際賽事 那也投注經費 來改善我們縣內的 運動設施 以及獎勵 孩子們 能夠取得 良好的運動成 比賽成績 那我們也即將在 埔里 還有草屯 南投蓋 全民運動館 那我們 今天 農會的運動 可以說是 運動比賽可以說是 集參與活動 持續運動 以及 人跟人之間 彼此互動 煽動 一一聲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 希望 農會 持續為農民服務 我們也即將在 今年的 10月8號到 13號 來舉辦 茶葉博覽會 一樣在中心村 那農會會 極力支持 也行銷 我們 農民的茶葉集 特產作物 歡迎大家 全國的鄉親 到時候來參加 祝大家 加入愉快 平安健康 謝謝 專幹事 曾明瑞表示 競賽活動 每年都舉辦 除了桌球 羽球 以及趣味競賽之外 還有青農 農產品轉世 每年規模 都多達 560人 到600余人 各項鎮 都主隊 參與盛會 達到健身儀勤 今天是我們 113年度 農會盃的 康樂活動 以及契約競賽 來自我們農業部 我們水保 縣政府 以及 所屬的單位 跟我們 各鄉鎮 13個鄉鎮市農會的 所有的 全體員工 同事們 來投入這個活動 我們今天單單是選手 就將近 600位 透過這次的活動 持續的運動 每年都來舉辦 讓大家一個 身心健康 然後 互相 各農會間 互相交流 在工作上 經驗上的一種傳承 同時我們的青龍 也有將它 最新生產的 這些農作產品 來跟大家分享 做交流 做推廣 希望能夠藉著這次的 康樂活動 趣味競賽 達到我們身體健康 身心愉快 以及我們的農特產品的 一種交流 經驗的傳承 讓我們農會未來 會更美好 更進步 謝謝大家 謝謝 議員林如陽表示 南投農業是一項重要成業 感謝各級農會成員 大家努力的 輔導農民 希望透過此次活動 大家可以相互認識 互相學習 今天是我們南投縣 第15屆的農會盃的一個比賽 那除了 桌球 雨球之外 還有趣味競賽 我想是一個老少賢儀的活動 在我們南投農業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產業 那也感謝 我們的各級農會成員們 大家一直努力的 在輔導我們的農民 那宣導相關的政策 那希望說透過這次的活動 大家 除了可以鍛鍊 健全的體魄之外 我們也能夠互相的 認識互相的學習 我相信對於未來 我們來輔導農民 朋友們的相關的活動上面 會更加的有幫助 也希望說今天的活動 可以順利圓滿成功 也祝福我們的各級農會的好朋友們 跟我們所有的農民朋友們 大家都可以一切順利 身體健康 希望說這次的活動 可以讓大家 讓我們的南投在地的農業 有更正面的發展 活動內容包括桌球 雨球競賽 以及穩如泰山 烏拉圈套套樂 原地投籃等 三項趣味競賽 而今年南投國際茶葉博覽會 將在10月8號熱烈展開 王副縣長也勤勉各農會 齊心合力推動各項醜肥工作 澄清南投最優質的茶葉 咖啡等農產品給全國消費者 並邀請民眾一起共襄盛舉 記者陳英智 蘭頭士採訪報導